还要带您关注的是南加州身具有学术以及专业水准的非盈利民间机构 美西华人学会有感于现今媒体会流行媒体平台日渐取代传统媒体 使网络社群造成各种舆论以及民意的新渠道 特别规划在南加州欣少谈论的资讯传播论坛 邀请乱级世界日报社长于芷琴 律师邓宏提出了专业精辟的论点 并且和传媒产业各行业人士社区民众分享经验共同的研讨 日前美西华人学会在洛杉矶世界日报大楼举办2019资讯传播论坛 邀请专业人士与社区民众分享研讨 现场还有精美奖品提供给前100位入场者抽奖 论坛邀请洛杉矶世界日报社长于芷琴和律师邓宏担任讲员 为与会来宾分析当今网络发展和资讯传播的发展 对传统媒体带来的危机 我们学会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大家集合大家多年来的经验 然后有机会我们选取一些比较对于尤其是华人社区 对大家比较有意义的一些主题话题来做个研讨会 然后与研讨会的举行的作用来 然后把一些资讯带给华人社区 然后让正确的资讯传递 我们美系华人学会今年办的资讯论坛是非常有趣的 我们知道现在的媒体不管是什么样的媒体 它还是要有一个媒体的基本的mission statement 它要有一个对社会传达的一个任务 它是要教育呢还是要只是传递新闻 它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立场 那么我们办这个资讯论坛呢 我们希望找到很多答案在法律上 在影响力方面我们都要探讨 现任洛杉矶世界日报社长曾任职联合报于30年 也曾任经济日报总编辑 总主笔 副社长 并担任联合报院警工作室委员 联合报系资讯策略委员会委员余志勤 以媒体转型迎战数位汇流大时代为题演讲 分析了国内外部分媒体转型与成果 以及世界日报面对潮流之下遇到的冲击和机遇 我们面临了各种数位载具的发展 然后它对我们传统媒体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在这样一个冲击系 这个数位转型是必然要走的道路 可是不同的媒体有不同的转型的方式 在我这次的分享里面呢 我特别分享了这个联合报系 台湾联合报系和纽约时报的一个转型过程 这是两个成功的例子 当然转型之路还要继续进行下去 我们世界日报是作为北美华人最大的媒体 我们也有很艰巨的任务 要去推动这个数位转型 这条路我们会很全心 很用力地把它走下去 然后期望能够永续经营 另一位主讲人邓宏律师 讲题为媒体汇流新潮流对华人社区的挑战 探讨新形态的媒体对华人社区的影响如何 南加州华人如何因应新型的华人媒体 他从社会学 广告行销 新闻报道 以及法律层面分析南加州华文媒体何去何从 出现在新媒体的传声的话 也引发了很多这方面的假新闻 这个误导 错误的报道 同时的话传统的媒体也受到很大的挑战 我想我们华人社区怎么的应变很重要 不单是我们华人从越文市都要改变 同时的话媒体怎么生存 同样的我们要怎么样子支持我们的华人媒体 尤其是在参与美国政治 社区的沟通 还有我们新移民跟母国之间的沟通 我觉得是三个桥梁的作用 我们华人媒体责任重大 我希望的话大家一起来 社区读者 广告客户 一起来支持我们华人的媒体 让他们着丈成长 召集人车庆宇表示 深感传统媒体逐渐被数位媒体取代 原有的媒体生态 生活方式 物流 金流等逐一且快速改变 在美西华人学会这次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 因为在南加州洛杉矶 其实我们很少以传媒为议题来做讨论会 我们这次非常高兴请到重量级的两位speaker 一位就是世界日报的余社长 还有一位就是邓宏律师 那之所以我能够邀到他们 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个人 也是一个大概在媒体 有工作过30年的经验的媒体人 那我想说我们大家的感受都是一样的 就是从传统到现在 我们未来的路应该怎么走 那我觉得南加州的华人 可以大家一起来共同来思考 我们怎么样去来经营我们的未来的媒体之路 活动吸引了大批社会各年龄阶层热爱新闻传播 和关心网络发展的民众参与 并和演讲者展开对话 提出自己对新媒体发展的看法和意见 天下卫视采访报道 到 感谢观看